当天晚上就传简讯给她 说什么 我们约会吧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她大部分的讯息都是 以后悔或是不读不回 周玉琴仍爱情密照流出 赖月前直求进宫被一读不回一年 我们是玉月之梦 情迁一世 都有一天老了 莫忘了从前 就是那个周玉琴 对 她 你还有一个身份 叫赖太太 赖太太 不是赖领导 我们过的是中秋节 人家过的是情人节 52岁中天主播周玉琴 跟64岁名嘴赖月前公开认爱 都是二婚的双方秀出婚戒 预计将于年底等级结婚 中秋节之天 销两口首度放闪 今年中秋多了一个半 月圆人团圆的感觉真好 我听一个 这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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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月前虽然是大学教授 留话会煮饭 也会欢话 收到亲来的求爱过程 却很不容易 第一次见到她 是她来接新的节目 那时候一看 哇 这个人生很有魏东 翻了一下 五几百科 然后 已婚 所以说不要相信 是错的 然后但是我相信 后来是有一次 一个来宾 孔三亮 他就跟我说 他单身 当天晚上就传结讯 说什么 我们也会吧 那时候傻眼 然后也不知道 这个简讯该怎么回 他大部分的讯息 都是以后回 或是不读不回 他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一个来宾 一个赖教授 完全违反他三个原则的 不能老 不能老的 我太老 你搭他一轮吗 我搭他刚好一轮 第二个不能是大学教授 那你也是大学教授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不能够 同事 不同事 对不能够是来宾 他希望公司能够分离 但是有感受到 他对我跟其他来宾 不太一样 眼神态度 事实上是有一些不一样 最早的时候 他就说 他不是一个 会把一个人悬在空中的 对 但是我怎么一直感觉 我被悬在空中 那个时候 我就不是很理解 然后也不是很愉快 失落 沮丧 对自己 没有信心 后来就是这样 越过了快一点 最后一次我想吧 看看有事情要谈 然后就吃个饭 对 他同意了 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 燕子回哨 后来又见了几十面 然后呢 就彼此之间越来越 距离越来越近 你犯了三计 不过呢 你还是 瞬间打破 那你问千岛 我从这礼拜开始改为 请问千岛 就是领导问了 那我就必须乖乖地回答 很厉害 这个 你好台南 很高兴我是春 Kay 这不会很腻 不会 不要唱口话 这是我天的 你这边看到了什么 这一个大楼的角色对 vodka 让我很不开心 Snake mother 玩那个 treasury ivable mauvais 好 他哥最怕的 他 他 还有愤怒体在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